HELLO 大家好,我是SUMO NEO 那有關注過Liu的老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我在剛加入Youtube的時候 就很常分享投影機的產品 我自己個人也非常喜歡買 那早在三四年前 我其實就很常買這一家 叫做DUNBEI 這大家可以查一下 在中國我們算是做投影機 非常有知名度的一個品牌 那很喜歡買他們家的產品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投影機 設計的非常的棒 各方面其實都還蠻符合 我自己個人使用的需求 比較美中不足就是他的大陸品牌 所以有一些應用 可能在台灣使用比較不友善 但是這一台我還是決定要買回來 而且已經出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 現階段很適合跟大家分享 因為它不是一般的投影機 它是一個超短焦的激光投影機 那在台灣的說法叫做 雷射投影機 那你可以把它稱作為 雷射電視、激光電視等等 這種產品其實就很常在一些 XX電子或者是一些影音生活館 你會看到 他們就是放一台小小的機器 在電視櫃上面 就可以在很短的距離裡面投放出一個很大的畫面 那就是為什麼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它是 當備目前 這一系列來講 單價算是相對比較親民的 就是說你只要花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就可以買到雷射電視 那像 之前利有接觸過的 可能動輒都是要台幣10萬以上的 那我覺得分享起來 可能就比較吃力 那這一次呢 我覺得它價格就很棒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呢 接下來就帶大家一探究竟 那順便跟大家分享入手的一個心得 好 首先利有先帶大家看一下它的配件的部分 那它的包裝也要跟大家說一下做得非常好 就是很厚的氣泡面 包含這邊底部也有一層 所以如果你是從大陸帶過來台灣的朋友 你也不用擔心 它的保護非常好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主機的部分 那主機真的我非常喜歡 因為個人就是偏愛這種黑色的設計之外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 只有一張A4三分之二的大小 設計得非常的迷你輕巧 而且質感真的很棒 那一般傳統投影機的話 就是從這邊前面的燈泡去投放 但是它是這種超短焦激光雷射的燈油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直接擺放在桌面上 向上就可以投放一個大畫面 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這個待會試給大家看 那剩下的配件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說明小卡 包含裡面也會有一個使用說明書 你可以參考一下怎麼樣去做一個操作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這個電源線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是從大陸 代購回到台灣來使用的話 雖然它的這個變壓器電源線 看起來就跟台灣的很像 但實際上它的電壓是220的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降壓的轉換的插頭 來做一個使用 才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最後就是它的遙控器的部分 那遙控器的話其實它有敷電池 然後乍看之下 跟一般投影機的這個遙控器的話 好像沒什麼區別 但其實我已經有拿出來摸過 摸起來的手感非常的好 我覺得它的質感呢 就是會讓你顛覆對這個遙控器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設計品是非常不錯的 但重點還是投影機的本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機的部分 好這樣我們來看一下主機的部分 那規格可以參考一下官方的圖表 基本上就是裡面有配置MTK9669的晶片 大概是3加32G的配置 所以它裡面是有系統可以做一個操作的 那除此之外呢 主機的外觀真的很小 左邊是一張AVOLZ 我們把它擺放上去 你會發現它比一張AVOLZ還要小 而且它的設計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 拉近一點 其實它的這個質感真的很棒 而且呢這樣隱隱約還可以看得到風扇的一個設計 那其他做很大密集的開孔 就是要讓它的散熱效果達到一定的水準 好那左右兩邊呢都有揚聲器 然後那這邊還有杜比音效的LOGO 另外一邊的話則是有DTS 整個地方 一個木耳式型的超大的一個散熱開孔 可以確保使用來說是非常OK的 好那底部的話就有它的一個型號 包含它還有做支架的鎖孔 那放在桌面上的話也有這個 止滑墊的設計 那後面的配置的話很簡單 就是呢 從由左至右往右去是DC電源孔 兩個USB 一個HDMI帶eARC 還有光纖跟RZ4W的有線網路孔 那設計面很簡單 那第一次使用的話 記得要把上面這個貼紙撕掉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通電 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好現在Lio已經通電了 那放在我臥室的一個電視櫃上面 那這邊呢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Lio的一個臥室的感覺 那這個就很適合就是 如果你的房間 就是你的床啊 前面這邊有一面白牆的話 你就可以像Lio一樣 直接用這一台 直接投放出來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布幕 當然這個牆壁可能要稍微乾淨一點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如果你 有一個桌子可以置放就可以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官方的數據來講 只要離這個牆面24公分 目前我就抓剛好24公分 就可以投放出80吋的一個大小 其實我必須說80吋的畫面 其實已經算非常的大 當然如果你可以接受 再往外拉一點的話 34公分就可以到100吋 那這個感覺是很棒的 好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感覺比較淡 那它的亮度是1250MSI的國際流明標準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Lio外面這個非常亮 而且上面有開燈 在這樣室內的環境下 1000流明 我覺得啦 不敢說很清楚 但是勉強算是OK的 好那關燈的效果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關燈 來看一下它的一個感覺吧 好現在Lio已經把燈關掉了 那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的現在窗簾都拉起來 燈也關掉了 但是還是有偷一些光進來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1256米 其實往前面拉近 其實它的紋理來講 還是非常的細膩 就我個人覺得是算看的 非常的清楚 而且主要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這樣子的投放的效果 只有來自於這樣子 這麼短的一個距離 所以其實這個對於家裡 如果呢你室內空間像這樣子 你不方便吊掛 或者不方便放在後面的話 其實這樣放一台在前面 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操作 再來就是它有遙控器的這個設計 在側面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有按熱的 你只要短按一下呢 是可以透過這個上下的按鍵 來做一個手動的一個對焦 那如果你很懶的話 直接遙控器上面這顆按住它 長按 它會自動對焦 那對焦的話 其實你就完全不用任何操作 只要打開開鏡按下自動對焦 它就可以直接體驗這個投放機的一個效果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是很棒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當配OS介面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介面的部分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左上角設置的部分 因為它的功能面來講 其實都非常的實用 在畫面的地方呢 可以做自動的對焦 直接按壓遙控器OK 它就會自動調整 其實你會看到它的動作 對焦速度很快 包含有手動對焦 還有高級設置 那這邊的話就是建立 就直接保持就是開啟自動對焦 這樣以後打開就可以直接使用 很方便 那T琴也有自動的調整跟手動 這邊其實都是主流投影機 這種高級投影機 必備的這個調整它都有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支援APP的調整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抓APP 可以直接在手機上就可以操作 很酷 那它也可以做這個縮放的部分 其實功能來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如果有玩過這種高級投影機 應該都會有個概念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在圖像的部分有很多色彩細節可以調整 這個是比較少的投影機 可以做到這樣的功能 那它除了支援HDR之外呢 也有HLG還有HDR10PLUS的一個支援 所以它的畫面是非常棒的 包含如果你要正裝 或者是反裝的吊裝等等的操作 這邊都可以直接去調整 那功能很多 那網路的話有支援這個雙品的Wi-Fi 那有內建藍牙 遙控器也是採藍牙的方式 那聲音的部分的話 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有接HDMI出蓄 或者有接光鮮的SENBAR等等 你要記得在這邊改掉 不然它裡面內建只有12W 可能對你來講不是非常的滿意 你可以透過這地方來調整 那數字音頻的話這邊都是可以自由的去做一個調節的 包含音效模式 內建的部分也可以去調它的生長 那因為瓦數沒有說很高 所以還是比較接搭 外接SENBAR會比較好 那信號源的話可以直接從這邊去做一個切換 那往下呢就是通用的設置 它原廠語音就比較在台灣可能不太適合 它是有支援遙控器的語音控制 但台灣的話可能就不太使用 所以這邊就不特別說明了 那系統的部分的話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硬體的版本 也就是所謂硬件版本 那另外一個就是桌面版本 那桌面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屬於DONBEI的OS部分 DONBEI桌面呢其實你往下拉 你會發現它就跟我們在使用的ANGLE TV很像 就是左邊呢會有這個APP的名稱 右邊就是它的最新的影劇的內容 不過因為它這個是大陸版的這個單位桌面 所以基本上推播內容一定都是以大陸那邊為主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台灣使用 所以這邊會建議大家如果要看的話 還是外掛一個機上會比較好 可能你會覺得都有系統還要裝機上很麻煩 但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就是有這個地區的限制 那再來跟大家分享呢 它還有一個比較可惜的點呢 就是它沒有支援Google框架 所以如果你要觀看YouTube的話 你必須安裝這個外掛叫Smart YouTube 那它是可以正常播放的 給大家看一下 播放是沒有問題 而且你可以仔細從畫面中去感受一下 就是它的解析度是有支援到4K的部分 就是說它可以把很細膩的畫面呈現出來 但是它速度的話一樣是只有1080p 不過因為它的色彩技術跟它的晶片非常的高階 所以基本上它的效果我覺得是很理想的 那美中不足就是你必須透過外掛師的YouTube來做一個操作 那再給大家試一下 播放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可以正常的操作 發援直播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使用 都是OK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你要就是安裝其他應用也可以 像是Leo也有裝一個Netflix 不過Netflix的話如果你直接裝在當倍的話 會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不支援它原生遙控器 所以你必須要外裝一個滑鼠 你才可以操作 那即便有滑鼠我覺得還是不理想 因為可以播放 但是因為它這個應用是沒有授權的 首先沒有授權就是它只能觀看到SD畫質 所以其實呢投放出來的畫面就是沒有很理想 這部分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建議還是外裝一個機上盒 那要怎麼裝APP呢 因為像剛才只要不支援Google框架 也沒有Google回的商店 但是因為它裡面有內建一個叫做文件管理器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USB放上你想要的APK 然後直接從文件管理器 找到你的隨身碟點進去 然後找到你的APK點擊下去做安裝就可以了 這就是Leo前面裝的Smart YouTube 包含我還有裝Apple市場這個地方 直接操作 其實它是很簡單的 那原生的YouTube我有裝過 就是沒有辦法正常使用 這個就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裡面應用很多也有投屏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買回來就是 當作是一台投影機使用 而且台灣有很多朋友都會買大陸品牌的雷射 投影機 他們也有遇到這樣桌面的問題 就是沒有台灣原生應用 或者是還需要外掛一個機上盒 但是他們還是願意買 主要就是因為還是喜歡享受這個大畫面 包含這個亮度跟它的一個色彩技術 所以這部分還是有它的一定的優勢 就看大家自己怎麼想 那上面的話還有一些快捷的選單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這邊就不特別提 接下來Leo就換上一個HDMI設備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一個效果 好現在Leo已經外接了一個HDMI的機上盒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上面的HDMI 直接切換過去 那目前接的是一個機上盒 那這邊的話就是它就會有原生的YouTube 其實就是看你想要 在這個投影機上面播放什麼樣的設備 就是它出來的亮度跟畫質都是好的 只是說呢 因為當輩可能沒有辦法支援一些台灣原生的應用 或者是你喜歡的一些APP 在它的桌面這邊沒有辦法使用安裝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外接的電視盒子 其他的設備來做一個連接 不然要接遊戲機 要做一些其他的娛樂操作都是OK的 因為它投放出來的亮度其實就是真的非常的理想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自由去連接自己喜歡的HDMI設備 好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Leo的入手的心得感想 那目前也是JHDMI設備 基本上我覺得用來玩遊戲也很棒 而且室內開燈 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1950流民 我覺得對我來講 個人是綽綽有餘啦 當然如果你有更高的流民的水準的話 可以往上挑 其實基本上這種激光投影儀的產品 很多流民都很高 但是價格也很高 那這一台真的要挑毛病的話 它硬傷就是這個系統的部分 可能就是在台灣使用比較沒有那麼理想 我覺得你可以等等看 如果你不急著買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之後國際版 可以裝Google的話 其實它的使用性來講就會更高一點 而且也可以把電壓 這個220電源線的部分 把它一併做一個解決 那它除了原生的系統介面之外 它上面還有做一個兒童模式 這個我覺得也不錯 還有長輩模式 就是可以切換到對應的內容 而且它都是有密碼鎖的部分 可以去做控制的 那整台機器呢 其實就是分享自己入手的一個心得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感 各方面來講都很棒 那就是沒有很專業的介紹 是因為其實大陸有很多博主介紹的很棒 而且我覺得這些應用 就是要讓大陸博主來分享 會比較貼切一點 因為台灣都沒辦法用 所以也沒辦法跟大家分享的太仔細 但是它就是真的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實用 你真的要用的話 就是真的就是外接一個 這個HDMI的機上盒或設備都可以 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人買 早期買蜂蜜啊 其他的一些激光電視 也都是透過外掛的部分去連接 那這台機器呢 我必須說就是它的體積 真的很小 質感也非常不錯 那散熱效果也做得很棒 而且它又是目前 以這個激光雷射來講 單價算是相對比較底很好入手了 就是這樣子的售價 可以買到這樣的產品 做一個入門機種來講 我個人覺得還是很理想的 當然值不值得買 就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可以在我的房間 開始享受我的大畫面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告一段落啦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一個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